字幕提供 關於美跟醜是只有兩個標準 要嘛美,要嘛醜嘛,對不對 好啦,加一個普通啦 美、普通、醜,對不對 好,我如果說 或是說 很帥、普通、不帥這樣 帥、不帥、普通 好嗎 好 那,這分三類嘛 那我如果今天說 周老師很帥 那反面話要怎麼做 反過來 要講一樣的事情要怎麼做 周老師長得不普通也 也不是不帥 相信懂我意思嗎 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講 包裝同一件事情 數字上常這樣 所以我現在所謂換句話說 其實跟我們剛剛證明話是一樣 來,怎麼說 來,你聽哦 聽哦,聽哦 來 現在呢 我剛剛證明什麼事情 剛剛證明說 隨便一個數字 隨便一個數字 它 最小的 非一 正因素 一定是怎樣 一個直數,對不對 一個直數 好 而且我還證明什麼事情 如果 A是一個核數 A是核數哦 那 它這個D一定會怎樣 小A等於 更號A嘛 對,小A等到A 好 你想一下 我現在說這M啦 這M 結論什麼 M是直數對不對 M直數 難以想哦 為什麼M是直數 如果今天M不是直數 假設這結論 就不對了 對不對 假設這結論不對 那 它不是直數 表示它是什麼數 核數 核數 我說什麼事情 它一定有個D嘛 非一最小正因素都在 來 非一最小正因素幹嘛 剛剛說什麼 一定會怎樣 小A等於 誰 更號A都在 那現在是誰 更號M 是不是 所以表示說 這個M啦 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直因素 這個直因素幹嘛 小A等到M 可以吧 來 可是這 我剛剛嘴巴講這句話 跟黑板上這句話 有沒有矛盾 矛盾啦 對不對 你如果說 你有一個直因素 它比剛剛M還要小 那表示那個直因素 那直因素 當然會整除你自己嘛 對不對 可是你這句話說 你那種一個 那一個小一個 剛剛M的直數 都不會整除你 啊不矛盾了 所以我前提對不對 我剛剛假設對不對 我剛剛假設說什麼 M不是直數嘛 所以既然矛盾 我得到什麼 M一定是誰 直數 你懂我意思嗎 嘿 所以我們底下 剛剛你那邊 三三三 三三二 是怎麼來的 就是從這個 道理來了 聽到嗎 這叫塞法 這叫塞法 好 那也許你會覺得有點抽象 沒關係 漸入佳境 慢慢來 素論法就是這樣 看起來很具體 但是呢 真的 論論起來 非常抽象 非常繁複 好 好 欸 你們會不會累 應該還好吧 都國三了對不對 又不是小學 小學說上個 通常上個小學 老師我肚子餓了 老師我好想尿尿的 來翻過來 來 第七 第七頁 來 你們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 直式開放法 會不會 直式開放 會 會 來 你們有沒有 我們複習一下 來 不就慢慢找 當然不是 我們要用處法 要用算處法給你看 來 直式開放法 補充 為什麼要教直式開放法 我今天隨便選個數字 例如說 33191 每次 不要弄 那我叫你判斷他是不是指數 你要怎麼判斷 來 根據我們 剛剛這句話要怎麼說 先根號對不對 第一步先根號 第二步 找出小於根號這個 根號這個東西的所有指數對不對 把指數一一拿去除他 除一除除除除 發現呢 如果都不是 他一定是在 指數 做完了 那關鍵點 你第二步你會不會做 你一定會做 第一步你就不會做 第一步你要怎麼找出這個 根號你就不會做了 看 啊 嘿嘿嘿 對不對 所以我要複習一下 什麼叫 直式開放法 來 這個版面你就打了 隨便 右邊 來 例題是 來 我們球啊 剛剛285 來到小數第二位 事實上你爽你可以求到小數第一位而已 只是標自找嗎 來 拿出你的紅皮出來 我們第一步先幹嘛呢 從右邊 開始 數兩位 點一點 記得 每次都從哪裡開始 從右邊 一次數幾位 數兩位 好 來 再來 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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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邊 來 這邊呢 預留一些空白 大概留個兩公分左右 留個兩公分左右 好 一定要聽老人言 不然你等一下你會寫一下 好 來 來 這邊用多少除呢 多少的平方會接近2 多少的平方 來 1 1 1得1 來 寫下來 來 再來 2-1等於1 85 放下來 好了嗎 這跟除法一樣對不對 好 再來 關鍵 第一步來囉 來 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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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做完了嘛 來 右邊 這邊1再超一遍 1加1等於2 這邊是加 它是重超一遍 1加1等於2 好嗎 來 再來 你說破我哏啦 收相聲你會被人家趕出去 你知道嗎 來 這邊呢 要決定個數字 畫綠框的數字要一樣 來 請問一下 2某某乘某某 會接近185 你來 某某要放多少 2某某乘某 4嗎 4個 4個要嗎 5個外 來 5個外 5的話變成 25乘以5嘛 125 當然可以 6 6個外 6 1156 7可不可以 7爆料189 所以放6 來 這邊放6 這邊放6 156 所以呢 156 7 好不好 好 一樣 這邊 右邊的儲法算是怎樣 相減 來 這邊是多少 29 來 這邊怎樣 6兆衝下來 6 這邊3 2 可以吧 來 大家到這一步了沒 來 接下來幹嘛 來 注意喔 接下來呢 因為 你到這邊就已經沒東西可以放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記得補0 但是補0要怎麼補 一次補幾個 對 一次補2個 所以這樣補2個0 然後上面記得怎樣 加個小數點 飛吧 好 再來 好了 所以現在我們幹什麼 現在幹什麼 又來了 來 再找 3 2這邊 框框 框框 我換一個三角什麼 三角形 來 在這邊走 三角形 三角形 3 2 三角形 乘三角形 最接近2900 來 要放多少 6 6可以吧 我看一下我怎麼寫 8 8 8 好來 要放8 來 3 2 8 8 來 這邊放8 來 所以呢 這個乘出來多少 26 來 乘出來2624 來 一樣 這邊相減 可以吧 這邊相減 所以這邊是276 好 這邊呢 8在照抄 來 加下來 變多少 3 3 6 好 再來 這步了 好辛苦了 再補2顆粒 好 再怎樣 再補2個0 沒錯 再補2個0 來補2個0 來這邊呢 336 來加個空空對不對 加空空 來我們看 用紅色圈圈 來這邊紅色圈圈 來請問一下 紅色圈圈填多少 336某某乘某 會接近27600 然後答案是8 沒錯 來這邊填8 這邊填8 然後那邊是多少 2 6 9 4 4 好 這邊會不做了 這沒怎麼做 好 我們已經找到很精準 16點號 來 所以呢 我知道什麼事情 根號 285 大約等於 都答案了 16點88 有沒有用心 計算機 來出來 不用我一定幫你們算好 來 16點88 有平方 大概 不是大概 這是精確值 2.85 這等於我看一下 284 點 9344 哇超精準的 可以吧 所以說啊 請問一下 285是不是 就是假設你不知道怎麼判斷倍數啊 請問一下285是不是直數呢 你要怎麼辦 你要找 16以下的什麼東西 直數 所有直數 去幹嘛 去除285 然後如果說 都不整出 他一定是誰 一定是直數 這樣聽懂沒 會不會用了 這個東西啊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用起來就是這樣子 聽懂嗎 首先 先對你要找的數先幹嘛 先開方 再來找出 比 平方跟小的所有直數 再來一一去除他 如果 整除 那他就是 他當然就是 核數 如果不整除他一定是誰 直數 OK 來 下面你們自己回家做好不好 可以直接拿計算機 不要了 不要了 你們知道 計算機 來我問一下 這個第一次學的人舉手 你們都學過 補習班教是不是 大家不滿意 Anyone 在 在我那個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沒有人教我 然後參考書有 把我自己看 然後看老闆 看老闆不解釋 他不像我這樣 摳一這樣解 他沒有寫 他就直接 可以用這樣開門 看了老闆就說 因為你怎麼知道這邊要 問我想說為什麼這邊六都重複出現 很奇怪 怪怪 然後就想很久 後來我終於會了 我記得我會那一天 我晚上都睡不著 都高興 你知道嗎 我拿出很多豬出來 開始開幫 然後開 都開到兩三位 然後周上有計算機 哎呀哇真的耶 然後我媽媽我說 你幹什麼 你為什麼不睡覺 我說我會開幫的 老闆說白癡 好 來 我們看立體六 來立體六 來 來 你 有點奔 哦 來 這樣 教會太快 還好吧 你有不懂你隨時舉手 你隨時挑戰我 沒關係 就是大家私生交流 互相切磋 叫 教學相長 來 立體六 說什麼 他說 你說啊 s y都整數 請問一下 方程式 s加y 加1999的平方 他等於s平方 加y平方 加1999的平方 有幾組 整數解 整數解喔 要整數解喔 不可以分數解喔 也不可以是什麼更好的解喔 來請問一下 那這幾個幾次方式 二元二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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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什麼解 你有學過二元二次方式的解法 好像沒有喔 沒有 實際上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二元二次方式解法 沒這種東西了 這沒辦法歸類 那這什麼解 有沒有動腦想想看 你第一步先幹嘛 你第一步 來請問 來我們按個key phone的寫喔 來第一個 1999是指數 欸可是我問你們 現在1999很接近誰 很接啊 對啊 那你要是要真的 傻乎乎的說 我真的用1999開根號 你2000跟196這兩個開到應該是 差不多多少對不對 四個四十五點 是不是 可以吧 所以說我就得到這個根號 1999 好它大概等於 根號2000 阿根號2000的話 這是多少 四十四點多嗎 這個是 二十根號5 是不是 對不對 沒錯嘛 二十根號5 那 這個 了不起多少 這了不起60 好不好 可以吧 了不起六 因為剛剛5是多少 二點多嘛 對不對 阿一定小於3阿 阿三十 二 二十算以上一定小於等於60 沒錯嘛 所以我們在幹嘛 請你找出60以下所有指數 然後去除多少 要除了1999 要除了1999 有沒有結果 好啦 它是指數了 不要讓我一直去 我誠實跟大家講 我在做這題 我拿計算機出來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 一個一個找 不知道除貌沒過哪一年 根號你直接探一下就好 根號找出來是沒錯 但是它是指數找不到 沒辦法用開根號就知道了 你懂得嗎 好 OK來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YES 第二個 來你會不會展開 展開得到什麼事情 叫做XY 然後加X 加AY 加A平方 加A平方 可以吧 好 再來 第三個 整數 來 要幹嘛呢 要注意什麼呢 要注意 正負 要注意正負 要注意正負 來 所以說 起來好 來第一步 過癮了 來第一步幹嘛呢 來 展開化檢 來請問一下 你展開化檢得到什麼事情 你化檢好了嗎 你化檢好了嗎 所有兩邊展開化檢 然後平方都殺掉 S平方S平方殺掉 對不對 外面外面要殺掉 然後1999的平方 1999的平方殺掉 你知道什麼 應該會得到這個 SY 再加1999 X 再加1999 Y 等於多大 雷 欸 這個奇方應怎麼自己 這裡 Keypoint這個點是什麼 因為要這裡A應該是誰 1999都在 對 欸那這裡是缺什麼東西 這裡缺什麼 1999 1999平方 對不對 所以呢我左右同加1999平方 欸 所以知道什麼事情呢 得到啊 Y XY 加1999 X 加1999 X 加1999 再加1999 平方 欸它右邊是0 它右邊是0嘛 對不對 所以1999平方 但是呢 左邊 可不可以化解 可以 左邊變誰呢 等於X 加1999 挖起來 乘上誰 Y加1999 有沒有變簡單一點 變簡單很多啦 對不對 來注意到 這裡這是什麼數 整數 這什麼數 整數 這裡呢 整數 來 這個數可以分解成兩個整數的相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考慮誰 考慮說1999平方 要怎麼變成怎樣 兩個數的乘積的方式 來 這哪些方式 這裡 1999平方有哪些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 1乘以1999 的平方嘛 再來下一個方式在 1999 乘以1999 再來還有誰 1999 1999 的平方 乘以1嘛 還有沒有 對嘛 負嘛 對不對 還有誰 最好這個 來 這邊還有誰 等於 負1 乘多少 負的1999平方 來這邊等於誰 負1999 負1999 乘 負1999 來這邊可以等於誰 負1999 的平方 掛起來 乘多少 負1 來同學告訴我 1999平方 只有這六種分解 分解方式嘛 對不對 六組解 所以幾組解 六組解 答案6 那當然可以 叫你說 實際把sy 求出來 這你就比對一下嘛 對不對 例如說 來第一種 第一組sy怎麼做 就x加1999 要等於1嘛 對呀 啊y加1999 要等於1999平方嘛 你用電腦在講什麼 對吧 你比對一下 就知道 sy特別是多少 齁 所以你看齁 螢幕原來乍翻式下 會不會很難 欸啊 蠻難的齁 但是 你如果經過 細密思考來說 會不會難 不會 那關鍵點在哪個地方 這裡 對不對 這裡 你展開化解的時候 自然會知道這個式子 但這個式子怎麼變成那個式 你怎麼知道左右同將1999平方 你就要用上面這個 我跟各位講 數學 數學齁 你不要只有知道說 我原理怎麼來的 我公司怎麼推導的 你還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你要把數學背起來 你要把你做過題目 用到特殊技巧全部背起來 或是記成筆記 遇到各種新情況的時候 用過去所學的各種技巧 去突破新的問題 我是認真跟各位講 數學要背啊 數學要理解也要背 不是只有理解而已 知道嗎 當然 你背數學之前 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你要理解它 理解它要去背 超有意義 你就像你國文一樣 像國文要怎麼讀 要先理解說 那一句話在講什麼 你去背上注釋 才容易背起來 知道嗎 你要理解一個國字怎麼寫 你可以從哪邊去理解它 從它的象形文字去理解它 對不對 先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再去把它背起來 要理解 要背中 好 來 翻過來 我們三點下課對不對 沒錯 好啦來 除法原理 來 第八頁 除法原理 1.4 來 除法原理 什麼叫除法原理 好 1.5 1.5 2.5 2.5 3.5 3.5 3.5 4.5 3.5 4.5 4.5 5.5 5.5 5.5 B,一對 一對什麼? 一對Q,R,死的 死的兩件事情成立 第一件事情 A等於BQ,加R 第二件事情 0小於等於R,小於B的絕對值 這叫出法原理 裡面的重點是誰? 存在,唯一,還有這兩個結論 來 再玩完你寫一下 來,其中 Q,稱為 稱為啥? 組長 小學數學,叫做商 商的英文怎麼說?叫Portion 因為叫Caution,所以從Q 來,到號 R,稱為 魚數 來,魚數英文怎麼說 好意思喔 叫Remender 這個 Remember是什麼意思? 應該有背過吧 是寶石人啊,那方面的意思 Steel 有沒有 要考英文啊 沒有,要多唸點英文 好 好,那 若 下一道,若R等於0 遮到 B 整除A 對不對 就恢復到我們一開始講的情況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是逐步深入喔 一開始 就只單純整除了 再來深一點就怎樣 價格魚數了 好,所以逐步深化進來 好 那我問你 這叫除法原理 好,除法原理 譬如說 你兩個數相除 當然 你其... 我好問喔 來,請問一下 這個B叫什麼數 除數還是被除數 除數 除數 那A叫什麼? 被除數 有時候有些老師 他喜歡用中文寫聽 他說如果一個被除數 被他的除數 有沒有 如果一個被除數 是他除數的3分4次 好,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又搞不清楚 到底哪邊是A哪邊是B 所以知道 A是被除數 B是除數 好了嗎 好,來 好了齁 這樣手會不會很痠 一直寫字 不會吧 那個...你們去考科學班 他會上點課 演講 然後他會考你演講內容 你要記點筆記 你要怎麼記 就是 平常就練習記筆記能力 他教的一定都是超越 你平常沒學過的 也許啦 當然我們可能會教到 運氣好就教到 運氣不好就沒教到 沒教的話 你只能當場吸收 碰運氣 知道嗎 有讓你平常對數學的敏銳度 來 整數分類 整數什麼分類 現在我們講新東西 當然就不是當那個什麼 1啦 直數和數分類 我們還有別的分類方式 對不對 別的分類方式 好 來 整數分類 直接看題目 來 這一題 來 例例7 來 他說什麼 對於正整數n而言 若2不整出n 且3也不整出n 證明24會整出n平方加23 你先問小心 來 我們看一下 來 整數可以怎麼分 我們用2來分的話 用2來分 它可以分成兩種 分能來哪兩種 叫做基數跟偶數 對不對 基數跟偶數 然後 2k跟誰 2k加1 OK 2k是什麼 偶數 2k加1什麼 基數 就是偶 然後就是基 來 請問一下做這種分類方式嗎 沒有 來 還有一種叫什麼 用3去分類 來 用3分類會得到幾個 3個 來 哪3個 一個叫做3的倍數 一個叫做3k加1 一個叫做什麼 3k加2 分別呢 叫做余數 余0 余1余2 對不對 小學就學過了嘛 你一個數被3組 要嘛 整組 要嘛余1 要嘛余2 有沒有余3 沒有 余3你答就錯了 好 那這個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去講它啦 那請問一下 這題要怎麼做 來 你要用多少分類 你要多少分類 我問一下 來 那邊 你叫什麼名字 對 對 對 那按成 我看一定不對 按照你的音節去模仿義講 怎麼講 你告訴我用多少分類 好 用多少 用6 正聰明 來就是用6 來用6 用6分類 來請聽啊 用6分類 來用6分類的話 你分成哪些 來 隨便個數n n等於 來畫個花瓜糊 大一點 大一點花瓜糊 來 有誰 有6k 6k加1 6k加2 6k加2 我畫不夠大 6k加4 6k加5 6k加5 好了嗎 好了嗎 好 請問一下 這6類當中 這6類當中 有哪些可以被砍掉了 6k可不可以被砍掉 可不可以 來請問一下 現在他說 n 它不會被二整出 所以n可不可以是6k 不可能 不可能嘛 是不是 再講一次 n不會被二整出 所以n不可能是6k 所以這裡怎樣 打個X 不用理他了 不需討論 來再來 6k加2 討論 也不用 6k加4 不用 好了嗎 好 再來第二個條件 3不整出n 來請問一下 這些種類裡面誰不用討論 6k加3 所以打X 真的討論的只有誰 6k加1 跟6k加5 可以吧 來 一種情況 case1 n等於6k加1 來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1 1 1 2 2 2 1 1